中缅联合打击电炸行动引发国人巨大关注 随着缅北四大家族的末日将近 依附于他们的四大女魔头的恶行也被尽数曝光 缅北四大女魔头貌美如花却心如蛇蝎 作为电炸的幕后黑手 让缅北变成了人间炼狱 四大女魔头都有谁 他们究竟有多残忍 魏荣是魏家领导人魏超人的独生女 非常受宠 她继承了其父大部分的资产 狠辣程度远超魏超人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 魏荣逐渐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她长相过人 身材窈窕 以远征军后代身份试人 骗取国人信任 魏荣通过拍摄在缅北的奢华生活 宣传缅北高薪工作 以此来吸引妄想一夜暴富的国人 她所涉及的业务包括电信诈骗 毒品交易 电子博彩 人口贩卖 以及人体器官交易 缅北著名的亨利集团 就是她所领导的 亨利集团表面上是一个豪华酒店 经营着夜总会 酒吧等娱乐场所 但实际上是电子诈骗的窝点 之前在短视频平台爆火的李赛高 就是魏荣的杰作 他们假意邀请国人到缅北旅游 而一旦进入缅北境内 生还希望就几乎没有了 魏荣是缅北四大女魔头中最知名 也是视力最大的人 拥有一系列的灰色产业 刚落到他们手中 会被洗脑进行电信诈骗 如果没有利用价值了 男的会卖到当地的矿区 女的会被卖去当妓女 等到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后 则会被贩卖器官 缅北四大女魔头 魏荣是其中最出名 也是最狠毒的那一个 四大家族中 白家的白英蓝和白英改 占据了缅北四大女魔头的两大席位 白英蓝是白索成的二女儿 在很小的时候 便与魏荣一结金蓝 白英蓝在父亲的扶持下 不但出任国敢百胜集团的董事 还自创新百利集团 不论是百胜还是新百利 都是干的赌场 诈骗 嘎妖子的买卖 白英蓝招聘俊男靓女 通过短视频 直播等方式 正面形象 然后再利用高薪招聘 旅游等方式 把国人骗到缅北 这些被骗的人 会被关在暗无天日的园区内 参与诈骗 时不时的还会被暴打 白英蓝还开发了 亨利医院和爱民医院 会给园区内的国人抽血配型 一旦有买家后 这些人连诈骗的资格都没有 会被直接拉去嘎妖子 而被骗的女孩更惨 在被嘎妖子之前 还要被各种各样的人玷污 可笑的是 白英蓝还是缅北著名的慈善家 白英改是白英蓝的妹妹 她的丈夫曹立强 是圈内有名的诈骗分子 他们夫妻两人 共同经营的诈骗园区 通过残害国人 获得了巨额的财富 他们针对中国老年人 进行养老金和医疗保险诈骗 使许多中国老人晚年无一 曹立强还掌管着白家部分军队 为白家的诈骗事业保驾护航 中缅打击行动的开始 四大家族纷纷逃窜 也让国人看到电炸消亡的希望 目前缅北四大女魔头中 魏荣 白英蓝 白英改 都来自于四大家族 缅北70%的恶行 都与这三人有关 朱贤美是四大女魔头中 最不出名的人 也是四人中产业最小的 她是云南人 之后嫁给了瓦帮炮旅长 暴君龙 成了瓦帮人 朱贤美常驻昆明 并做着翡翠生意和汽车生意 被称为所谓的缅甸王妃 她喜欢在网络上晒日常生活 生活极尽奢华 以此也吸引了很多国人的关注 朱贤美不参与诈骗等产业 但其丈夫暴君龙 有几千名武装人员 在瓦帮地区 为诈骗分子提供保护 以此赚取巨额保护费 由于有暴君龙的保护 诈骗分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他们对待国人也更加残忍 许多中国人被骗到瓦帮后 会被诈骗分子殴打 然后被迫从事诈骗活动 最终被割掉腰子 暴君龙夫妻纵容这些诈骗分子的行为 实在是罪不可赦 她经常在网上晒的名牌包 豪车等东西 这些都是国人的血债 虽然从事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但朱贤美非常渴望上流社会的生活 经常参加活动蹭明星的热度 还和很多明星有合影 魏容 白映蓝 白映改 朱贤美 这四个女魔头 长相都很好看 却都是蛇蟹心肠 手段十分狠毒 很多国人因为他们被骗了大量钱财 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 罪无可赦 四大家族七处已尽 即便这几个女魔头逃到天涯海角 也要被抓回来 血债血偿 正义终将战胜邪恶 明家的下场就是四大女魔头的下场